你最喜欢的是 黄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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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天在我访问文希的时候 他说他的偶像就是黄渤老师 所以说有一个好的审美 是一切的开心 你知道 我就是很想一直跟他相处 其实是黄渤 黄渤 我觉得他特别有才华 如果我老公你像黄渤就好 这个视频告诉你 为什么娱乐圈里有这么多人都喜欢黄渤 所以你有被女生摸过吗 有刚才智联还帮我按肩 对 你好你好 我是台湾主持人小S 你好你好你好 你长得很特殊 其实一开始长得还蛮满约的 后来就开始抽象了 你应该没有任余线吧 现在跟鱼有关系的就只有鱼尾门了 现在可以啊 相当的火是吧 现在 那肯定是火 你想想都能坐在这跟鲁渤聊天 那还不合 就是当时唱歌 这歌星分为这个实力派跟偶像派 我学第三种 我学体力派 你自己创作吗 或者被别的歌手唱了的歌有吗 也有不太多 你唱火了的吗 唱火了的 就唱得人家发火了 我第一次看他 我说哎呦 黄渤 我说我跟你演夫妻 我说我知道我要走向了丑心的行为 那我跟你一起演 我都想觉得我要走向帅哥的行为 哎呦我说你这样说那我以后不怎么说你了 我要看你 其实我 其实我经常看你的电影 你先说说我再想想 那不如我先替他说说吧 这个证人我看了 我觉得惊叹 我没想到张家辉可以演得这么好 因为我看过他好多的电影 我知道他一直很努力 像我一样 黄渤不愧为高情商的代表 他能用幽默的语言让人们如沐春风 黄渤曾经说过 没有人会拒绝一个幽默的人 当你处事说话常常能将人逗笑时 身边的人就会更喜欢 更信任你 你的人际关系也会越来越和谐 推荐大家看看这本回话的技术 书中分享了大量的高情商回话技巧 当你学会如何高情商的回话技巧时 就会发现你的身边处处是机会